在今天晚上凌晨结束的一场世界女排锦标赛一组的小组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是以3比2非常艰难的战胜了东道主荷兰队 其实呢对于本次比赛来讲的话呢 对于所有人来讲我们国家的女排来讲呢还是挺艰难的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大梦聊球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的最新情况 一方面来讲呢 中国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有些问题 另外呢就是东道主也有一些裁判红利的 那么对于裁判的一些判罚呢 也是有影响着我们国家队的一些节奏 最终呢双方是打到决胜局 好在中国队能够稳扎稳打 决胜局呢15比12战胜的对手 就是收下了本次世锦赛的二连胜 对于这个消息来讲的话呢也是很高兴的 这一次比赛决胜局呢 真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家队来讲是一个考验 也是能够呀增进他们现在的一些能力吧 达到现在为止呢 中国女排还没有能够呢 一场比赛达到第五局的 这个呢也是让我们中国女排呢 就是再一次的呀心里面受到了一些 就是一些压力一些挑战 但是呢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整体来看的话呢 其实我们本场比赛是有机会 3比0带走提前结束的一些啊就是那些比赛 从3比0呢对手打到3比2 不仅延续了就是荷兰队 然后呢继续保持呢 就是保留着出现希望的可能性 因为呢在本场比赛的一些输球 也是收获了一些积分 接下来呢日本队如果说两场连败 荷兰队的话呢能够连赢 两场的话能够实现最终的逆袭 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国家队呢也是在一些的一些事情当中 要调整一下战术 包括呢蔡兵的用人环节当中 这个呀也是更可能吧 有很多人都觉得他这个呢做的有点不对 失去了提前结束本场比赛的可能性 而对于呢本场比赛呀 觉得用人方面呢是很大的问题 就在二传手刁林雨的身上 其实呢刁林雨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包括第二阶段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很多人都是看在眼里 而且呢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刁林雨他还是呢整个女排市井赛的 就是二传手呢就是比赛次数最多的一个球员 但是呢本场比赛他的到位率也好 包括选择也好也是一个呢很大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呢作为就是球队当中的二传手 刁林雨呢发挥市场 导致中国队呢丢掉了两局 无奈呀就是撑到了最终的一个决胜局 特别是第一局 可能呀就是在线上观众呀 或者是正在观看这一条 就是那些直播的女排球迷来讲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揪心 中国队呢第一局丢掉的是挺可惜的 如果说第一局二传手能够在这个位置当中的处理好的话 我觉得呀中国队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局就赢下了 那么第二局第三局中国队也是迎球的情况就不会存在于第四局和第五局的一些比赛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呢就是中国队这场比赛其实完全可以呢3比0非常轻松拿下荷兰队这一支球队了 第一局呢王云露的表现还是挺粗彩的 那么对于他的手感来看的话呢虽然说不是特别的顺利 但是呢也是正常的一件事情 毕竟呢他是对手呢就是盯防的一个重点 那么对于王云露的话呢在小组赛的前面三场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相当出色的 后面的几场比赛呢虽然说不是太好 但是呢他整场比赛来讲的话呢状态还是挺好的 而且呢王云露本身就是很吃力的一些状态 那么他呢就是一旦说是非常进入到状态之后呢 往往是中国队最先能够打开的那个点 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在第一阶段小组赛的前三场比赛还是较为显眼的 尤其是在第一场比赛呢打哥伦比亚和第三场呢打日本队 当时呢都是王云露第一个呢就是成为了球队当中 就是率先开始呢就是有赢得球的那个球员 那么对于呢本场比赛呢王云露再次打出来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第一局的关键时刻呢凋零雨 呃就是却始终呢不会传到王云露这一点 而对于呀就是就是一直在找呢江苏队的队友 就是龚翔宇很明显呀 就感觉到龚翔宇这一次呢从本次世锦赛首场比赛受伤之后 没有出场之后 他的那一些世锦赛打到现在为止 整个发力还不是非常的好 就是让很多球迷呀也表示很失望 更多的呢就是打一些快球和掉球 绝非呢打那些技术流了 但是呢这一点呢也是完全被对手呢给看破了 凋零雨呢还是把球往这个位置去送的 这个呢就是让人感觉有点就是意想连开了 所以说呢在本次呢就是第一局 如果说二传手凋零雨能够给王云露多一些球的话呢 其实这一局比赛早就拿下了 包括呢第四局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一点呢也是被对手呢看得死死的 这个呢也是让人感到呀就是现在的观众呢 感到非常的揪心非常的焦虑 而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 蔡斌也没有能够呢就是用用好这一些换人的情况 其实呢在那些世界女排当中呢 凋零雨往往会出现短路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 当时蔡斌还能够还会使用丁霞上来呢 就是顶一顶帮助球队的稳住局面 但是呢这场比赛当中 丁霞呢还是没有获得任何的出场机会 假如说呢在第一局能够在这个关键时机呢 就是让丁霞他能够上场的话呢 有可能呀也都是稳扎稳打的 能够获得就是马上就可以呢 获得那些胜利 毫不夸张的来讲 然后呢也不至于让他呢 一直就是一直坐在那一边呢 就像一个闲人一样 白白的呀把这一场的比分呢 直接给弄成三比二了 是不是 大家对于本期视频是怎么看待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 说说你自己的想法 今天的视频就会各位分享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世界之大呢 无奇不有每件事情的结果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预料不到的 但是呢在这里 真心出演屏幕前的各位都能够 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永远幸福 我们下一次见